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天想出院 你能帮我办一下出院手续吗 您腿伤还没好 怎么就急着出院啊 我母亲生病了 我想回家看一下 这事我做不了主 我去问问主治医师 全小姐 您稍等 哎 他要出院了 告诉你们的人 都撤离到安全的地点 千万别乱 好 下一站 团队站长 可以开始行动了 是 保肺事物店 是 快 去 抓住他 陈小姐 我们是保密局的 我知道你是日本间谍 我奉劝你不要抵抗 我保证将你千万回国 别开 快 打开 快 打开 打开 里边的人给我尽量 你们已经被包 包围了 不要做无畏的反抗 要不然啊 没 没反应 火力警告 给我打 打开 上 上 查 有副站长 没事吧你 我来 好 冯白安 刚才听到清声 我刚才听到清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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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我们输了 不是输了 你们是败的 民国三十四年的时候 你们就已经败了 我想我是败在您的手里 能告诉您的名字吗 当然 我叫燕文川 燕先生 您是位称职的缉纳军 不能不认识 家里面有清火价 怎么搞的嘛 还弄着干什么 抬走啊 是 快点 快点 快快快快 龙副长 龙副长 姚副长在那边失手 松山书店被炸 什么 怎么回事 姚副长带着兄弟们 冲进松山书店时 松山书店突然发生爆炸 几乎以为平地 很有可能生殖特分子干的 那份细菌档案呢 估计也被毁了 海平 别急啊 监听组不是还有个云带吗 那档案还在我们手里 对了 站长刚刚打来电话 说必须保证录一带绝对安全 快 去监听室 是 监听室 打开 特海 拿开 让它让开 让你让开 让开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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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找了 别找了 吴姐 已经让日特分子拿走了 日特分子一定是早就知道我们这监听点了 是我们低估他们的 虎头蛇尾 肉送到嘴边都吃不着 让我说你们什么好呢 站长 我们确 确实没想到 日特分子能和那份大案同归于尽的 这就是他们的五十道精神 愚蠢 却非常实用 宁愿自己得不到 也不愿意让党国得到 廖队长 我看一定是你们在监控日特分子的时候 被他们给发现了 这要不然的话 他们怎么会在你们行动之前 就挂出盘点的牌子来 这应该是你们行动队的失职 刘海敏 你 你什么意思 你们情劳处不是设立监听组了吗 还对我们行动队藏着 藏着掖着不告诉我们 那还不让我们弟兄们保护 那你们监控组不也被热特分子给 给端 给端了吗 都给我住嘴 落到现在这个局面 你们谁都有责任 我也有责任 坐下 我知道各位都尽心尽力了 但遗憾的是 我们江城战 可能这次真的要降为一中战了 这不大可能吧 为什么 您想想啊 如果我们把这次破案的经历 透露给新闻界呢 让新闻界大肆宣传 就说我们江城战 破获了日碟大安 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响啊 这样的话 社会各界肯定是一片包扬之词 站长 这舆论一直在攻击我们 说我们保密局搞恐怖活动 这对我们保密局 做出生意的所有事情 表演一个女后 全世界来阻挡 扇责懂 都不拯有 跟老子 我对这院 感谢 我连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掉了日本特务 又破坏了党国获取军援的计划 燕文传是破获海蛇案的头号功臣 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 难道 站长怎么能在里面坐着呢 这站长的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 这海蛇案以这样的结果收场 对他来说打击确实太大了 是啊 谁能想到白忙活了一场 我也有责任 光把这注意力集中在破译密码上了 却忽略了这份绝密档案的安全 你也别太自责了 谋事在人 诚事在天嘛 尽力就行了 对了 老四 我们赶紧去趟报社吧 找什么急呀 到我办公室先坐会儿吧 先把这个势头造出去 把上面那帮人的嘴赶紧堵上 单纯处理意见下来了 再早事就来不及了 对对对 那 那赶紧去吧 对了 晚上啊 我们到你那儿去吃饭 让玉兰妹子多做几个菜 完事儿我俩直接就过去 走 来吧 来吧 去吧 再来个小匙子 你好 你的 主点 好 下次 一些 放你们 有 感谢观看 马上就要收网了 于却不明不白地死在网里 连鱼鳞也没捞到 副 副阵长 那日特分子不是都给炸死了吗 有两种可能 炸弹是定时的 或者是遥控的 事先被人放在书店里 关键是引爆炸弹 第二点 日特分子发现事情败乱 引爆炸弹和档案同归一切 那要是第一种的话 那肯定就是共产党干的 他就是不让咱们得到档案 阻止咱们跟有国国家 进行军火交易 现在确定的依然就是 松山书店就是日特的联络站 也许共党老早知道了这个联络站 在我们行动之前就动了什么 也不是不可能的 后果局作 是我是职 我也没想到 在抓捕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意外 对对对 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 不过局作请您放心 我们已经成功挫败了日特分子的阴谋 他们没有得到那份机要档案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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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 有必要的话 我到南京亲自向您请罪 明白 明白 我一定写一份详细的报告 尽快送到您手里 是 好 去坐 再见 燕文川 那你 你那意思是燕文川 动了 动了手脚的 专虎 你分析分析 整个作案过程都非常顺利 但是到最后 我觉得很奇怪 档案被毁 监听人员被杀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 有点奇怪吗 那你 你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奇怪 哎 那么他站着 就 看 看不出来 就算燕文川现在是共产党 毛局长也不会动他的 为什么 你想一想 这份档案涉及到党国的最高利益 谁都想彻清责任 现在档案被毁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 我军成功破获日碟组织 就结大欢喜 如果燕文川是共产党 他早就算了这一步 你帮我查一下这些人 我怀疑他们都是你们兵团的人 这都是共产党 也不一定 不过从他们身上搜出的鸦片来看的话 有可能是走私分子 也有可能是兵变的鱼党 刘处长 冰团这么多人 不太好查呀 这一查 确心记录不就查出来了吗 这点小事还能难得住你韩大处长 这共军离我们江城还远着呢 考亲记录自然查的也不是那么严格 请病假的 请世家的 探亲的 外出执行任务的 这都算是缺心 就这个 就数字不小了 韩处长 我们站长说了 只要查出这些人来 我们上次扣押的那批鸦片 提出一公斤来做你的酬劳 那这个 楼处长 你给我几天时间 子凌 知道 事情查清楚了 是保密局 在抓捕海舍小组的同伙的时候 遇到了抵抗 日特分子引爆炸弹 将那份细菌武器 绝密文件 同归于尽 消息来人可靠吗 可靠 是保密局主动透露的报社了 江城各大报纸 还有通讯社 都接到了破获日记案的信息 本币 政府 应该随时 会儿 抵抗 消息 不够 用 啊 多看我 里面怎么样 顺利吗 还行吧 老马那边呢 老鱼来信了 说一切顺利 对了 海平和老四他们晚上来吃饭 你下午都去买点菜 你怎么又把那些 不三不四的人往家找啊 什么叫不三不四啊 他们是我的同学 对我帮助那么多 我本来就过意不去 再说他们自己要来 我有什么办法呀 你有什么可过意不去 他们是特务 让你去买你就去买呗 菜钱不够我再给 吃又吃不穷了 我都累得累死了 燕文川突然想到 要给老马下令 把窦宛如从他身边调走了 这段时间 这个冒失的女同志 已经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 谁爱没有 我们 smashing hard time 按照约定的时间 老马要把细菌档案交给火山 可是警察突然封锁了阶段 他远远地看见了冻不活 你带替我去吧 有问号吗 他会在帮个咖啡厅等着你 拿着一文带有火山照片的画报看 你看见后就问他 先生能借你的画报看看吗 他会说好 然后把画报递给你 好 好 你翻到第九页 对他说 先生 我觉得这一页的内容最好看 你觉得呢 他会摇头说不 然后他翻到第三十三页 这时你就说 先生 你觉得这一页更好看吗 他会点头说对 他就说三个字 没错 就往后去 往后去 快队 快队 贵贵先生干吗呢 家里要请客的话 那我再去买些菜来 好的 好的 好 好的 不好意思 来来来来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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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快走 好 我走了 我走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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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生 快快走 快走 快走 我喝一杯咖啡不加多 咖啡不加多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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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是一块的吧 谁买单啊 嗯 你错了呀 是要送你个礼物 她结账 小姐 您看这丹 小姐 您看这丹 走 坐下 怎么样 任务完成了吗 这是他的信 借的话顺利吧 还算是顺利吧 不过他说了四个字 四个字 你是错人了吧 我没认错人 临走的时候 服务员问谁买单啊 他指着我 他 想起过 可能忘带钱包了吧 他可没忘带钱包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他带了钱包 就是不舍得花钱 这种小气鬼 我这辈子见过两个 他就是其中的一个 另一个是谁 严文川 零九号 现已查明 告密事件跟翠鸟无关 立即取消对翠鸟的监控 尽速将海燕调离江城 火山 我 我还听呢 气死我了 你还听音乐 我今天真脑霉 我跟两个男人吵架 真的 谁胆子这么大呀 敢惹你生气 可不是吗 是个卖菜的 我跟一个卖菜的吵架 是不是很丢人 吵架 跟谁吵有什么丢人的呀 不为什么呀 我自己都想不明白 我从小到大 都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女人 我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我竟然在菜市场 为了那个商贩缺筋少两 我在那儿指着鼻子跟人吵架 对 这事你做得对 做买卖卖了 就得讲诚信 哪能缺筋少两呢 我支持你 你支持个屁 我自从给你当了保姆以后 你看我变成什么样了 越来越粗俗了 这就对了 不是 这说明你进入状态了 我不要进入这种状态 你不是说 那你还一个人惹你生气吗 那个人是谁呀 一个很小气很小气 很小气的男人 每个人都要hello 有个人 都是我 有个人 是 你刚才说什么 刚才 你说什么 没说什么呀 我就是说 我就是说 我这次为你们付出了这么多 做了这么大贡献 总应该对我解除监控了吧 不行 为什么呀 因为告密的事情 还没有调查清楚的 我要等到猴年马月吗 纵是调查调查 我不管 反正你这次 得跟你们领导反应 让他尽快解除对我的监控 我这种日子 我早都过够了 你说了不算你知道吗 我们上级说 继续对你实时监控 所以呢 你还得老老实实地 听起我们的话 明白吗 上级 你们上级 那是你们上级 我不管 我不管你们上级什么指示 反正我不配合 你敢 我 我 开门去 是 你开门去 你开门去 是 你开门去 小姐 您订的晚餐 怎么这么晚来呀 老马让你带着燕文川 现在去诊所 出什么事了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 好 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 不用谢 我不去 不行 你可以代表我去哪儿 我说不行就不行 为什么呀 什么为什么 老马都派人来过来请你了 那要是没有重要的事 要跟你商量的话 你干吗这么晚叫你过去 行吧 看马先生的面子 他行 怎么走啊 还用问吗 走地道 聪明 走吧 贴贴贴 好 到了 给钱吗 你快点行吗 你付钱 没带钱 不是给 我没带钱 赶紧呢 给钱 咋的 小宇 严先生 来来来 你今天 可真是立了大功了 什么功不功的 只要贵党不羡慕杀驴就好了 严先生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就是别总拿枪指着我的头 威胁啊 恐吓啊 我就已经烧包箱了 喂 怎么回事啊 老马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他想打退堂鼓 然后我就拿枪吓不吓唬他 结果我枪还没拿出来呢 你可不知道把他吓成什么样了 整个一个怂蛋包 你那是吓唬吗 你的枪都顶到人头了 还没拿出来呢 闭嘴 海燕同志 燕先生是为我们革命服务的 你怎么能把枪对准我们自己的同志呢 他可不是我们的同志 他跟我们质不同道不合 同志 并不一定是同主意 只要是为我们革命 为我们的解放事业能做出突出贡献 这就应该成做我们的同志了 今天这件事情 您来做检讨 我凭什么写检讨啊 我不写 海燕同志 燕先生 他为了夺取日大档案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高密的事情 跟燕先生没有任何关系 从今天开始 我们取消对他的监控 他可以自由了 真 真的 我说过 我们共产党人说话是算话的 那 那太好了 我有意见 您有意见以后 跟总组会报吧 老马 坐下 坐下 马先生让你坐下呢 今天这个事情就整定了 燕先生 以后你自己的路 怎么走何去何从 我们尊重你 如果你继续愿意留在报名区工作 那我们也同意 只是不注重为虐 不欲革命为抗 那我们一概要追究 请贵党放心 我燕文川绝不会做危害 危害贵党的事情 海燕同志呢 这样 还得需要在你那儿 多住几天 我安排好了以后 他马上扯 你看行吗 好 那好吧 那 反正这么多天 我也忍过来了 不差这一两天了 你怎么说话呢 我再跟马先生说话 那好 那我就不多留你了 那好吧 谢谢 叶先生 麻烦你在这儿多坐一会儿 我跟老马同志 还有点事要说 你喝水啊 老马 老马 嗯 你不是要策反燕文川吗 怎么就把他放了呢 我们没有机会去策反他 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但是这是火山的命令啊 我们必须服辞 火山决定的 他不是就负责是特档案吗 现在档案也到手了 他怎么还跟咱们执着花脚呢 关于这件事情 我也跟中央局汇报了 上期指示我们 火山还有其他的重要任务 让我们继续服从他的指挥 凭什么 非得拼他 嗯 上期说 这是中共中央情报部的指示 他们也没办法 嗯 所以也不能过问 也不能打听 哎 老马 嗯 那你能不能跟火山说一说 就说燕文川对我们来说 还是很有价值的 嗯 能不能继续为我挡效力啊 哎 你不是决定离开燕文国了 现在怎么想通呢 不是想通不想通的事 嗯 我是觉得 通过这次日特档案这件事情 燕文川做得还是很好的 他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为什么非得现在撒手呢 把他留住 为我们多效力 这样不好吗 不行 嗯 上期指示 高密这件事情 既然 跟燕文川没有任何关系 那我们必须 取消对他前控 另外这两天你准备一下 听通知 随时准备撤离 嗯 我明白了 哎 老马 嗯 刚才你不是说要我写检讨吗 嗯 现在燕文川跟咱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这个检讨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写了 嗯 必须写这是原则问题 而且你先后首先得给燕文川看 只要他过目成功了 那你也算过关了 检讨写好了 哎 哎 写好了 老马不是说 得你认可才行吗 请过目 老马说我认可 哦 哦 念给我听吧 尊敬的党组织 尊敬的领导 哎 因为燕文川先生思想觉悟不高 想中途退出革命阵营 我为了挽救他 一时冲动骂了他是浪费粮食 还用手枪吓唬他 我虽然是处于革命动机 但工作方式欠妥 我向组织承认错误 并且愿意接受处分 斗宛如 请认可 你这就是检讨啊 你这分明是辩护状吗 我不认可 谁啊 老公 不认可 不是 我现在是个新的 觉得这就从更远 써 肯定是不赢了 你这就是什么 不赢了 你老公 你老公 这个人老公 走都走 这不赢了 你老公 这不赢了 我帮你写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了 你没骗我啊 我怎么会骗你呢 把它倒了 我帮你